第一个字是Sales List Bag 第二个就叫List 你见到Sales List Sales先行 跟着 List 行后 它的相反词就是 List Per Trace List Per Trace Option 两个字我考那时候都不认识 所以你们认识了 过一分就执行 就这么多 首先Sales List Bag 我们是这样说 其实它是一个Sales 是一个买卖 有一次屋主 在下面开一间餐馆 这间餐馆是100万人 因为它是一个Sales 记住 它因为卖了这间楼 卖给那个人 那屋主原先自己开一间餐馆 那间餐馆呢 就叫做文记 但是它卖给这个人 那个人不懂做餐馆的嘛 唯有它自己又没卖到文记的餐馆给人 所以它就List Bag 所以它就List Bag 那只要换个是 那个业主本身 卖了它 跟着呢 它自己就List Bag 即是 我每个月 给回一万元租 一万元租 每月 那呢 我同时跟它租一年而已 那就是 A kind of light One milk List Bag 它是否 是否着数了 咦 是好啊 我坐定粒肉 一年租药 那我自己都可以 不用工都那么紧要 我们这样想 就会想到 是 咦是好啊 其实就是一种Selling Technique Selling Technique Selling Technique 就是我们List Bag 那边 List Bag List Bag List Bag 想List 卖 但是卖一间屋先 跟着餐馆呢 卖到卖不到 因为它都不懂做餐馆的 你没理由卖个餐馆给它而已 OK Sales List Bag 行不行 行 好了 现在Opposet 不要搞乱了 是会搞乱 List Purchase 反过来 我 我 本身呢 是做开 呃 呃 餐馆的 我本身是一个Renter 来的 我做开 一个 我是一个Renter 我因为 做这个Quickly 这个铺头呢 好出名 好聪明的 那于是我就 首先List 我现在呢 去一个 我呢 quickly呢 现在我进来 List 我List 你这个铺位 不过 我想跟你说 我才能进来 List 你这个铺位呢 你答应我 One day 你Purchase One day 你Sale 现在未发生的 是一个Option 这些已经Solded 已经发生了 但是Option 这些是未发生的 所以这些是Unilateral 这些是Bilateral的 这些是Bilateral的 Sales List Back 因为 双方当然是 答应了 他才可以List的 是的 而这个呢 Option是Unilateral 有一天 我租了 我租了 我租完之后 麻烦你他朝有一天 你租 那时候 你Sale 那时候 我Purchase 你写个List的时候 你要写明 我翌日是有他买你的 是的 即是你要take那里 是的 而这里呢 其实是牵涉到一个 First Refusal 这个Term是一个法律的字 换个人说 当你有这个Option的时候 很多屋主都不知道 可以以为 可以了 讲而已 但是原来 如果租那个人 它是可以证明到 它没有给到 First Refusal Right 这样呢 那个Quickly 是可以stop 那个Purchase的